两位姑娘同时参加太子选妃 一个是绘制蓝心的王正军 一个是自视美貌的傅瑶 因为太想成为太子妃 傅瑶每天都穿上华服 幻想着呼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生活 可偏偏却遇到太子刚痛失爱妃 面对众多的美人压根就不正眼瞧 皇后为了让太子从悲伤中走出来 便张罗着为她选妃 姑娘们为了脱颖而出 纷纷忙着准备集品 王正军知道太子现在忧思过甚 于是便秀了一个辟邪枕金 希望她可以安心入眠 傅瑶看着王正军高超的秀妓 顿时极度不已 心中暗暗发誓不能被她比下去 很快就到了选妃的日子 王正军早早地起来梳醒 并把她的极品放到衣服里 一旁的傅瑶看到后 立马动起了坏心思 她趁着其他人熟睡至极 偷偷地拿走王正军的极品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 和众人一起等待马车的到来 就在这时 好友冯元吵着嚷着要看王正军的极品 可全身上下找了个遍都没有 这让王正军瞬间慌了神 为了能参加选妃 便请求公公允许她回住处寻找 但找来找去终究一无所获 眼看就要误了及时 公公命令所有人出发 冯元见王正军还没有回来 就让公公多等一会儿 我能等太子能等吗 太子怪罪下来 谁承担呢 冯元不想让王正军错失机会 便出言威胁公公 奇料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 最后她只能无奈地走上马车 等到王正军返回来时 车队已经离开 更糟糕的是天空还下起了大雨 让她顿时狼狈不堪 而这一幕恰好被爱慕她的萧玉看到 听到王正军要去参加太子选妃 心中不免泛起一股醋意 讽刺挖苦一番之后 嘴硬心软的萧玉 把王正军带到了一处偏殿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萧玉并没有理会王正军的质问 而是快速地走到里面 然后递给她一件漂亮的华服 王正军见自己全身湿透 只能听从萧玉的安排 换好衣服之后 萧玉还递给王正军一把破梳子 让她当作极品送给太子 并且嘱咐她千万不要提起自己 随后还亲自驾着马车 把王正军送到太子宫 经历了这么多波折 王正军总算是及时赶到了评选现场 傅瑶见计谋落空 顿时被气得咬牙切齿 没一会儿太子和皇后也到达现场 王正军无意间发现 皇后竟是她之前帮助过的老妇人 这让她惊喜不已 接下来秀女们纷纷呈上极品 可太子压根就不正眼看 最后还是在皇后的提醒下 才勉为其难的挑选 不料竟被一把破梳子吸引住目光 于是立即询问送梳子的是何人 王正军忐忑地走上前 太子看后惊讶不已 不自觉地喊出爱妃的名字 等到王正军抬起头后 这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 原来萧玉递给王正军的衣服 竟是太子爱妃的 而那把破梳子也是她的遗物 面对太子的质问 王正军处遍不惊 解释自己刚才经过一座宫殿 因为身上的衣衫已经湿透 情急之下才换上这件衣服 至于送梳子 他赋予了一个美好的寓意 此刻殿下的心 就像这把断书一样 已经无法再复原了 只有时间才能治疗心灵的伤口 太子听后感叹一切都是天意 当场册封王正军为太子妃 这让众人震惊不已 傅瑶心中更是极度的要命 很快就到了成婚的日子 王正军原本以为 当上太子妃可以苦尽甘爱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太子之所以选她 完全是把她当成了替代品 就连洞房花烛之夜 嘴里也是不停地喊着爱妃的名字 正处在桃李棉花 对爱情婚姻十分憧憬的王正军 心中满是凄苦 眼中也沉满了泪水 但现在一切已成定局 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次日王正军醒来 太子早已不在他的身边 屋内只有教他宫廷礼仪的嬷嬷 王正军看着华丽的服装 便要求换件朴素装扮 嬷嬷满脸都是轻蔑 觉得王正军没有一点太子妃的样子 王后殿下尚且装素简朴 我又怎可以穿如此华丽的衣服呢 王正军的一句话对得嬷嬷无话可说 只能乖乖地准备衣服 换好衣服之后 王正军便去给皇后请安 齐料刚出门就碰到了傅瑶 傅瑶满脸不情愿地给她行李 王正军并没有因为当上太子妃 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反而贴心地询问姐妹的情况 可就在这时 不识趣的嬷嬷又过来打断 她见傅瑶没有尊卑 当即大声地训斥 太子妃不应该再和奴婢往来 他们只配伺候你 王正军实在看不惯嬷嬷的势力眼 斥责她不能随意羞辱别人 谁知嬷嬷根本就没把王正军放在眼中 直接顶撞回去 这个丫头身份低贱 她每次见你都应该跪拜 身为太子妃 更要克制功德 王正军不想傅瑶再受羞辱 简单地虚喊几句就起身离开 此刻的傅瑶又气又闹 心有不甘地她直接找到张婕瑶 想让她帮自己接近太子 张婕瑶非常喜欢傅瑶不服输的劲儿 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随后张婕瑶带着傅瑶来到太后请宫 让她和太后作伴 找个人作伴 还不如这个猫儿子懂事呢 傅瑶不想错失机会 利用自己三寸不烂之舌 把太后哄得心花怒放 最终答应把她留下 至此傅瑶终于踏上成功的第一步 然而这个太后可不是好伺候的主 才来第一天 傅瑶便瞧见太后的难伺候程度 一份要摔了七八个碗 还是不肯吃上一口 急于表现的傅瑶将要掺到了桂花周里 谁知精明的太后不好糊弄 立马长出舟的不对劲 傅瑶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将要藏在其中的事情和盘托出 本以为太后会夸自己贴心 谁知她却大发雷霆 并且还要把自己拉出去处死 原来太后平生最讨厌的就是受人欺骗 哪怕是为了她好也不行 危机关头傅瑶灵机一动 只要能够让太后康复 就算把奴婢杀了 奴婢下一次还是会这么做的 太后听后很是吃惊 这么多年以来 还没有人敢如此顶撞自己 顿时觉得傅瑶十分特别 决定留下她的性命 经此一事 傅瑶成功地获得了太后的信任 而另一边的王正军 自从新婚夜见过太子之后 便没有再得到过宠幸 即使这样 她还是要做好太子妃的本职工作 谁知竟遭到下人的议论 嘲讽她不解风情 导致太子只在新婚夜留宿一晚 并且还说她是庸俗之人 教导她就像对牛弹琴一样 就在下人说的起劲时 王正军从门口走了进来 吓得他们连忙跪在地上求饶 所以人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不然下秒就会遭到惩罚 王正军本就是善良之人 并没有惩治嚼舌根的嬷嬷 但也绝不允许宫中再有这样的人 他警告嬷嬷 拨弄是非的人迟早会被是非拨弄 让他们以后谨言慎行 嬷嬷见太子妃没有处罚 心中甚是感激 皇后得知太子妃受到冷落 于是把她叫到身边关心 男人有一大半都要红 红着红着就过了一辈子 皇后告诉王正军 男人喜欢需要自己保护的女人 而不是像她这样 没有一点温柔处处都坚强的人 眼泪会让你的美更加动人 王正军明白皇后话里的意思 决定以后改一改自己的性格 做一个完美的太子妃 这天傅瑶为了进一步获得太后的信任 竟不惜铤而走险 她大着胆子把太后最真爱的铜镜 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果然如她所料 太后见自己的宝贝被拿出来 顿时勃然大怒 傅瑶见状主动跪下承认错误 你这个盖色的丫头 到底你是长乐宫的主人 还是姑是长乐宫的主人 太后说完就命人把傅瑶拉出去斩了 傅瑶并没有因此害怕 而是直接道出太后的病情和铜镜的来历 如果您还这么大意不在乎的话 到玉吉之起侵入到心脉的时候 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您了 因为侍女都十分害怕太后 根本就不敢说出实情 太后见傅瑶真心实意待自己 心中很是感动 不仅饶了她的死罪 还对她信任有加 并且直接封她为才人 这让傅瑶终于苦尽甘爱 她知道太子喜欢音律 便经常在御花园中弹琴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傅瑶的琴声终于把太子吸引过来 美丽的景色加上娇羞的美人 太子立马心动不已 当即坐下来亲手教傅瑶弹琴 自从爱妃离开以后 太子从来没有对谁动心 在遇到傅瑶之后 便每天都想见到她 于是以请安为由 经常来太后的请宫 她在看到傅瑶为了练琴 将十个手指都磨破时 顿时心疼不已 本王 傅瑶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成功得到了太子的喜爱 甚至让她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丘的地步 而太子这些日子的反常行为 也让王正军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所以在去向太后请安之时 她执意跟着前去 可到了吃饭的时间 太子却不见了踪影 得知她去花园赏花 王正军便前去寻找 喜料正好看到两人亲密的一幕 她没有像泼妇一样冲向前 而是淡定自若地喊太子回去吃饭 太子顿时尴尬不已 等到吃饭的时候 太子和傅瑶依旧没来眼去 王正军看后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是自己的丈夫 一个是自己的好姐妹 却同时背叛了她 而太后也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一个人的胃口啊 毕竟有限 吞不下那么多东西 分一点给别人 不是更好 王正军明白太后话里的意思 回去之后 她并没有指责太子 反而装出大肚的样子 让她册封傅瑶为册妃 可还没等太子请示皇后 太后已经做主让傅瑶成为良帝 并且还给她准备封后的嫁妆 让她风风光光地入住太子府 从今以后 我们就更加亲密了 因为我们有了同一个丈夫 王正军虽然心中不满 但现在目已成舟 他只能无奈地接受事实 自此之后 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也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还会发生哪些事情 关注阿公下期更精彩